马席会后传出美方对马总统有意见 似乎也影响了朱立伦的访美行程 这趟不像蔡英文访美时有多长的公开演讲 而且朱立伦拜访智库也是闭门会议 但朱立伦说呢都尊重美方的安排 会见侨胞时也在强调马席会对台湾有利 加油加油加油 结束洛杉矶行程朱立伦又飞到东岸参加侨宴 风光进场 侨胞热情不减 虽然这趟访美都被马席会一批抢走 但朱立伦还是紧抓这张牌笼络支持者 这对于两岸未来和平发展 两岸关系长远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这也证明了国民党执政的两岸政策 方向路线绝对是正确 追马到底到海外一再宣传马席会成果 因为出发前马总统亲丁命万交代 亲自下指导旗 一定要跟美方说马总统有当着习近平的面 讲九二共事就是一中各表 但不知道美方是否认为马总统过于亲中 传出婴儿连累朱立伦 访美处处受限 华府行程都是闭门会议不公开 和蔡英文截然不同 智库是跟大家讨论的 那真正的大概 整个是明天的一些行政部门的拜会吧 那智库是这些都是一些老朋友 大家就各方的意见 可能包括马席会 包括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做一些讨论 那闭门的考量是什么呢 这个是尊重美方的 这些很多学者的一些要求 朱立伦只说尊重美方安排 毕竟话语权不在手上 方美前宣称规格 不输蔡英文该建的都会建 真的受到马席会影响吗 主席如您会评价 刚刚结束的喜马会 这个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评价马席会是加分还是减分 朱立伦被问很多次 回答有点不耐烦 已经失去主舞台 还要帮忙解释 方美行程显得美中不足 邮电TV湖景顺 萧炳华府报道